迎接牛年到来 总统府公布了2021年春联红包蛋 为了让东部的乡亲可以拿到总统府的春联和红包蛋 民众可以在上班时间前往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还有花莲、玉里、台东的就业服务站 以及台东的生活美学馆 还有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台东办公室等地方免费索取 数量有限,动作要快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洪宗凯表示 今年的红包带上印有三只牛的金色几何图形 并且由总统和副总统联合庶民 新年春联赫驰是牛转全坤 也由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共同来庶民 赫驰取至牛转邪音 期盼为国人带来平安好运 首先向我们的花莲还有台东的乡亲们拜个早年 那今年的总统府也特别为大家来准备了 一万份的红包还有村联到我们的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那行政院服务中心呢 这边也把相关的这个村联还有我们的红包呢 发送到各地让乡亲能够更快的能够索取到 那除了台东花莲的这个服务中心的办公室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生活美学馆 还有各地的就业服务中心 都可以索取到我们的红包还有我们的村联 欢迎我们的乡亲一起来索取 2021年总统府春联红包带 花冬两线民众可以在上班时间 到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花莲就业服务站 玉里就业服务站 台东就业服务站 台东生活美学馆 还有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台东办公室等六个地方来免费索取 数量有限 民众动作要快 借理会欢迎视报导 10� fuse 10 感谢观看